美国有一位小学一年级的男童 因为他最要好的Maji得了白血病 必须剃光头做化疗 他担心最好的朋友会觉得孤单 于是很有义气的 把自己也剃成光头陪伴朋友 什么叫有遗憾义气 这两个七岁孩子最懂得 美国密苏里州男童文森 因为最要好的朋友 查克罗患了白血病 必须接受化疗 文森用童言童语解释什么是白血病 他不但找父母义脉围巾帮忙筹钱 他还做了一件勇敢的事 把自己剃光头陪伴最好的Maji 文森超开心 两人从幼稚园就认识 有了文森的陪伴 查克觉得自己不孤单 他除了跑医院从不缺客 查克和文森的故事经过媒体披露 感动了许多人 全美国人都帮查克加油打气 爸妈跟着剃光头陪他 爸爸的消防队同事也剃光头 还有美军基地军人 手工一品店老板 做查克手环易卖 都以实际行动力挺 这对小朋友年纪虽小 却教会大人最根本的道理 他们说要当彼此永远最好的朋友 记者综合报道